大家好我是別的朋友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那傳說中的電盾到底有多麼的可怕嗎 我以為啦也覺得還好啦 也蠻多觀眾在那支影片都說有可能會是倉庫骰啦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到倉庫了 他不會到T0T1那麼的噁心 應該有T1吧我覺得可能也還好 但是他可以用了 對他真的可以用了 我直接講個結論好了 我用這隊我直接排到版面我們就直接拉到了13回合 而且我的版面只要再調整一下 因為我還是用原始的方式去玩這隊的 用這個情況下都可以打到13回合 何況是如果未來我的排版更好呢 我那一局這局排版我是卡在啦 因為我原子還是往左下去拉 因為我現在原子特性也開了嘛對不對 原子特性再講一下他的範圍會變大 但是速度會變慢 不過總體而言開比關還要來得好很多 那盾呢我也這麼覺得 呃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如果今天你是要拿來盾有一點點攻擊左右的話 確實是這麼覺得 但是如果你盾是要拿來坦的話 我覺得 欸不對其實我覺得不管怎麼樣都還是開會比較好 就算我今天用日月盾好了 我盾還是可以拿來減傷嘛對不對 有那麼一瞬間可以減傷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小兵就死掉了呢 欸也不一定了好啦那再說再說 不過這一隊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咱們的原爆盾 不過我覺得中間可以再調整啊 這隻暴風雪是不是有點多餘了呢 或是可以來改其他的 因為這一隊還有一個致命的確定就是他前期爆幹弱的 弱到一個爆炸就對了 大家都知道 原爆本身就很怕暗殺 然後現在改成這樣子呢會更怕更怕暗殺 以前我還有暴風雪我還有聖劍我還有颱風啊 可以來打小兵打小王有暗殺我還可以扛一下 現在呢只要對方有暗殺我就直接量掉了 你知道嗎絕對會量掉絕對會量掉 好啦沒關係我們就還是來給他看一下吧 那我這次呢拿對面的是11月配上 10太陽的爆擊傷害是1726% 然後17倍 那我這裡的爆傷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們兩邊的基準系列差不多 我是11月我是11的原子11的盾盤 雖然說和太陽是11等 不過沒關係月亮才是重點嘛你說是不是 好啦那我們在前期的玩法呢非常非常簡單啊 就是我合成上去就好了 對啦這隊的前期真的是跟原核彈有一點像 可是核彈的前期比較穩你知道嗎 這隊的前期再那麼不穩一點點 所以不是要說他是T1嗎 我覺得T1.5吧我覺得 T2T0絕對不可能 T1的話就還有那些隊伍在 那些隊伍還是比較穩啊又強啊 前期完全不用擔心啊 可是這隊只要長起來了 只要超過5回合了 我覺得就是T1的隊伍了 沒有到T0那麼噁心 但是T1絕對是可以啊 好那我們就來給他稍微加速一下唄 我們直接到後面去看一下 好那這一隊呢 我會覺得啦 可能要帶個獵城會比比較好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遇到轉王 可是獵城的話等級就要高啦 我覺得至少12等以上再拿出來 如果沒有12等的話 拿出這層可能會有點慘 好接下來是獅子 接下來呢又是一個轉王 把我們的星數給他拉上去了 對啦前期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這一隊其實也非常非常怕干擾閃啊 就跟核彈隊一樣 然後呢 欸沒錯 我們就來看一下史萊姆這個狀況吧 因為這個隊伍原本啊 原本啊真的是怕爆怕爆史萊姆了 我們到這邊給他慢下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好啦史萊姆給他出來5回有史萊姆 不過不管他幾回都是非常非常噁心 但是前面的狀況呢 我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子 在一開始穴的狀況是非常對的 但是碰到一個盾牌直接死掉 然後原子在穴盾牌 再來幫忙輔助一下 直接又再讓他往生 這個狀況很像真的有一點點的噁心就對了 到這裡已經剩下幾顆了 對 非常非常想打掉了 好啦第5回合可能會說 欸反正第5回合嘛 怪物想要很少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直接跳到後面的史萊姆來看一下唄 好那再來呢 咱們到第7回合的史萊姆啦 剛剛是5回合現在7回合 連續等於是三回合兩隻 其實已經有一點兇殘了就對了 然後我們這一邊還沒有踩到咱們的空虛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空虛要來了 這個時候有一點點倒霉啦 可以看到我的原子都還是放在左半邊啦 其實這個時候原子應該不需要放在左半邊 可能放在中間會最好 我要全場都要有才可以 我覺得會比較好啦 然後我們的盾牌終於踩到了 而且又在空虛上面 這樣子的話盾牌盾一下就是扣了血量的10%了 OK結束了 太香了 然後又是一隻史萊姆 已經連續三隻 呃四回合三隻史萊姆了 這對一般的原爆隊而言 根本就是地獄你知道嗎 但是呢 但是呢 現在這個狀況就不一定喔 而且如果今天遇到史萊姆 就算是核彈隊也會有那麼一點點的硬 對尤其是五回合之後的核彈隊 颱風是沒有意義的 只能靠核彈去撐 所以這個玩法這個時候是不是又可以 誒又可以把核彈給輾過去了呢 當然因為這一局真的是有那麼一點誇張 因為史萊姆真的是有那麼一點太多了 好啦那我們看一下他清兵的效果吧 這個時候就已經不是靠骰子本身在打了 基本上都是靠盾在那邊穴了 可以看到盾擋掉之後呢 中間就會直接給他拉掉一大段 對反正就是拉掉一大段沒錯 但是前面是死了很多小兵你知道嗎 對死了一群啊 而不是一坨小兵卡在一滴在那邊啦 那是完完全全另外一個回事你知道嗎 而且盾牌一次是打範圍的 真的是有一點噁心 唯一要說的是 欸對啦 他盾牌是一到那邊就會開始電 而不是說我碰到才電 所以這樣有好有壞啊 等於是我還是想要升級到12等盾 因為12等盾是7秒嘛對不對 5.5秒 然後5.5秒 我再加上遊戲內升級的話是來到7.5秒 7.5秒乘以0.7的話秒數是5.25秒 這個時候超過1秒鐘我可以多電一下 不然要正常的盾的話一般就是一下 兩下三下四下 然後就結束了 對有少一下有那麼一點可惜啊 所以12等盾確實是不錯的 好啦那我們來看看史萊姆 基本上很像已經不是重點對不對 史萊姆碰到盾盤就快要消失了 然後我們的盾呢 又直接給他壓在史萊姆身上 史萊姆就是他活活的被電死了 沒有還有最後那麼一滴滴的血量 不過這邊一滴滴的血量 我相信是可以的 這個血量很像還有4萬多滴 欸沒有還是給他打掉了 太噁了真的太噁了太殘酷了太無情了你知道嗎 好現在到第九回合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魔術師怎麼搞的吧 因為魔術師也是算原爆隊很怕的隊伍啦 所以說今天有了盾牌之後 我的版面喬好的話 史萊姆真的沒有這麼的可怕 不過還是有點運氣成分在 因為畢竟我的盾牌一定要給他壓到才可以 所以說我這時候版面是不是 那個顆數要調一下呢 爆風雪是不是不需要到4顆那麼多了 可能兩顆高興的就夠剩下盾牌 然後盾牌跟原子啊 只不過那個量要調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去排會比較好 要原子幾顆盾牌幾顆 這個就還不是很重要了 還不是很確定啦 然後地圖的部分 我目前是覺得空虛最適合啦 硬要說有的話要用岩漿嘛 可是岩漿打是最大生命啊 這樣話有點複雜 岩漿打最大生命 然後原子打當前生命 盾牌打損失生命 什麼都有了你知道嗎 好啦所以我覺得目前而言 岩漿還是沒有用 如果岩漿能改成類似的話 那盾牌瞬間就沒有用了 好啦我覺得岩漿真的是要欠改的地圖啦 那要說配什麼地圖好呢 目前就覺得只有空虛了啦 其他地圖我覺得都不太適合 配暴擊沒有意義 配光靈鏡有病嗎 配等離子其實也可以 可是他現在也沒有那麼怕王了 你知道嗎 唯一怕的可能就是魔術師跟獅子的吼 可是轉王其實也對我有好處 而且我有獵城 所以我只怕這兩隻王要帶等離子嗎 我可能覺得還好吧 可能覺得沒有必要帶等離子 那帶白土嗎 白土又不會增加空虛跟盾牌的傷害 也不會增加原子的那個趴傷 如果會的話或許還可以帶 但是現在都沒有 光速 光速骰 光速地圖也不可能 所以真正唯一配的地圖就是空虛了 而空虛這個部分就不用給他點到滿也沒關係了 因為點到滿的話是為了核彈 那沒有點到滿的話 這一隊就可以用了 欸我真心覺得啦 這一次的更新真的是不錯 真的是不錯 然後順便講一下 他說他的 那個 PVP的部分有給他調整 小王跟快速怪物出來的時間啦 不過這個隊友完全沒差 對 完全沒差 哈哈哈哈 然後對面的日月呢 也是沒差 可以看到 時等日也可以給他卡在這邊 一個七星一個四星就給他打到這裡了 還有六星跟六月在 六星日跟六星月在那邊打 這個傷害就可以打到四百萬 而我們這裡還是活生在黏啊 有一隻跑得快的烈過去了 對啊 這時候就有點危險了 因為我的版面都全部放在左邊啦 如果我應該全部布置好才可以 因為主要是為了配合盾牌 因為盾牌還是全部買了 到最後碰那幾隻 有沒有 我有可能就怎樣給他打掉了 好可以看到我這邊二星啦 等於是剛剛有幾隻怪 不小心給他跑過去了 不過沒關係 那不是重點 然後哀王呢 現在是完完全全不怕了 因為普攻傷害已經不是重點了 到後期啦 初期還是怕 還是要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靠盾牌在幫我吃掉啦 雖然說這樣還是有點危險啦 還是有一點點怕 但是沒有以前那麼那麼的可怕了 你知道嗎 好啦 11回合又來一隻史萊姆了 哇靠 這個史萊姆真的是來得有點頻繁啊 沒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怎麼打掉 而且我又有盾又有暴風雪的話 怪物跑過去的機率就會非常非常的低 低很多啦 真的是低超多的 好 這一波在雪的話 不過我覺得啦 原子自從改成那麼大之後 他的 紓壓程度就沒有那麼紓壓了 以前那個紓壓程度 怪物一坨那個感覺很快 你知道嗎 現在就 很像是2.5秒對不對 就覺得還好 對還好沒有以前那麼熟 但是還是很噁心啊 對還是很噁心啊 整條這樣過去的 好啦 我們的盾牌要過去要幫忙消滅怪物 這個盾牌有夠痛啊 真的是痛到太香啦 好啦 還有10秒鐘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虐怪的樣子吧 現在是怪物500多萬天 而且還有一個可怕的事情是 我已經是滿版了 對 這個狀況我根本不用再動了 你知道嗎 像日月我還要拼到七星 像原爆我必須要一直 不是原爆 像核彈我必須要一直合成 但是這個隊伍 我根本都不看星數 好啦 除了原子星數要高就好了 也不用到七星 因為七星跟六星他們的差距其實還好 對真星還好 反正我有盾牌在收頭嘛對不對 反而是我的佈陣比較重要 所以說我是不是反而也不太需要去拿小丑的呢 我不知道 其實這隊伍真的有點複雜 還是說我甚至連暴風雪都不要 直接全盾就好了 有沒有 神盾局完完全全交給盾牌 可是這樣又有點危險 風險有點高 好 現在倒是一回了 這邊又有一點點危險了 可以知道 我這邊就是原子的排版 沒有排的很好 我全部只排在左邊 所以說我的盾牌只有在左邊有效益 我右邊壓制住了 但是完完全沒有傷害 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有一點點的倒霉 這個狀況就真的是滿倒霉的 如果現在旁邊有原子的話 那個盾牌就應該已經可以把 那個史萊姆給打掉了 好 那到12回合又來一隻哀王 我們這邊就給他慢慢給他看下去吧 這個隊伍我覺得啦 完完全全復活了 因為如果大家有知道 我在拍直播的話 都喜歡跟觀眾聊天 然後如果我用一些 需要很認真動牢的隊伍的話 就很會跳過觀眾 那現在這個隊伍出來的話 我是不是又可以重回跟觀眾聊天 反正我就要這樣 欸我就這樣 我能調的不多 對啊 除非轉王啊 轉王轉我我就再往上合成嘛 往上星數更高嘛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 對啊 不然其他骰子 啊獅子啦 獅子就搞你一下嘛對不對 只要不來連續來太多次 其實還好啦 因為只要我的盾牌還在有沒有 我的盾牌越多越好 其實我現在覺得啦 我的盾牌可能 暴風雪兩顆就夠了 剩下盾牌越多越好 對啊 反正幫忙清兵 幫忙打王 打王比較重要啦 因為小兵本身為了盾牌跟 暴風雪的話 小兵基本上已經走不到了 我甚至不需要靠這兩顆 這兩顆就算沒有能力 我用普攻應該都可以把幾顆 把骰子給壓制住 除了跑得快的部分 跑得快的話真的是有那麼點麻煩就對了 不過現在有盾牌有幫忙 跑得快點這樣也不會是問題了 好啦 第十二回合已經到了 來看一下咱們的哀王 哀王的血量來到了4億7千萬 好我們這邊宣洩 一開始洩的速度比較快 但是對面後來越來越快 我這邊就慢了下來 不過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們的盾牌準備要上了 只要碰到那個盾牌瞬間就消失了 對 直接秒掉 太噁心了 這真的是太噁心了 你知道嗎 如果盾牌他有指定位置的話 如果空虛他是全場的話 好啦 我們來到第十三回合 又是一隻史萊姆 好啦 我們最後最後就是敗在這裡啦 基本上就是跟剛剛一樣啦 有一點倒楣啦 真的是有一點倒楣 因為這個時候血量真的不是重點的 你知道嗎 現在的隊伍都已經是 降為打擊的隊伍了 對不對 反正我有原子在 我有盾牌在 那怪物的血量就完全不是重點啦 你幾趴我連 原本會因為怪物的血量有差 是因為原子本身還是要最後去收頭 所以那個收頭的動作 其實還是有一點麻煩 現在盾牌這個收頭 其實變得非常非常的香啊 這5%的傷害 當然啦 不排除未來 如果颱風也可以這樣子搞的話 颱風可以打趴傷的話 其實更噁心 因為基本上我這樣子會怕的原因 都是因為王啦 小兵 其實也有點怕 有點怕 但是我覺得王也是蠻危險的就對了 好啦 我們剩下6秒鐘 對面也有點快要不行了 小兵血量到了千萬跌 我這邊打怪速度會比較慢 對面打怪速度會很快 真的差有點多 該有的缺點還是在 來我們來看一下史萊姆 史萊姆這邊穴下去的話 他走到一個空虛 這邊都沒有盾牌卡住 有一點可惜 對這邊就超虧了 真的是給他虧爆 後面有一個盾牌 盾牌碰一下 他就給他死掉了 死掉之後呢 我們再給他重新穴一條命 對第二條命 第二條命的時候又再碰到盾牌 盾牌再給他穴掉 我希望再四次直接把他給電死 給電死之後 還有最後一條命 好啦 最後一條命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我後面已經卡甩了 要不然就只能把盾牌給他合住 然後我就算盾牌有擋住的話 很像也沒有用 因為我的原子根本就少不到那個位置 我右邊有一個二星的原子 但是二星的原子很像少不到 對 少不到少不到 所以原子還是要在外圍對不對 還是得要在外 真的有一點可惜啦 最後我們就卡在13回合 但是很噁心 要知道我中間已經是完全放掉的狀況 在跟KC聊天了 你知道嗎 好啦 我覺得這個隊伍是完完全全復活啦 可以用合格 但是說他有沒有到神牆 有沒有成神 我覺得倒還好 或許啊 還有些隊伍還沒開發出來 如果隊伍有些隊伍開發出來的話 可能就會成神了 因為我現在只是剛開始玩而已嘛 你說是不是 好啦 至少我真的覺得蠻開心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I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那最後再來給他補充一局好了 就是咱們的 其實我是玩的第二局啦 然後這個狀況有一點倒楣就對了 可以看到我前面都沒有長得很好 雖然說顆數都有 也沒有轉亡也沒有失亡 但是就是長得不好 然後我們在第四回合的史萊姆命隊 沒錯 就一樣一樣的瘋掉了 你知道嗎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